各位師兄師姐,親近的師兄師姐,大家晚安 我是中藝蘭,是86年內期的給予年中的學員 我會進入長生學是因為我82年的時候冤打腦震盪 完全失去記憶力,家裡的電話都記不起 後來86年有一位師兄幫我介紹,然後我就上了長生學以後 然後兩年以後突然又發現腎臟結石,晚上痛到地上有動作會轉進去 後來我去檢查,然後EA就幫我弄那個血影機 然後臉就腫起來,然後我去找他,他一直說是我自己的問題 後來我跑了兩家醫院,他也說是嫌疑機引起 最後我到台大醫院,他把我弄好了 然後之後我就不再去醫院了,然後我就跑到那個調整站找那個 最早期的老站長,蔡秀桃女士,師姐 然後他就找一些師兄幫我挑,後來到現在都沒有痛 我也幾乎忘了他的存在,他當初是三公分,然後我失業分期 再去照,剩下大概1.5公分,所以我跟他和平相處也大概17年了 他幾乎忘了他的存在,就把他當成是那個設立子 法身設立子,佛陀也有設立子,我們大家都有設立子 然後後來那個三種的婦產科,又告訴我說 怎麼我子宮肌瘤要馬上開刀,我問他說怎麼開 他說全部連卵巢都要摘掉,我就跟他說 他摘掉我就沒辦法生產女性,後來我人生就完蛋了 後來我也沒有理他,到了更年期,自然就消失了 後來又怎麼胸部切回狼種,然後我去切了一塊來發驗 發驗的時候我就跟那個醫生說,在割的時候 我說這會痛的應該良性了,後來他我就沒有再去追蹤 他一直叫我去追蹤,我不去追蹤,現在也沒有事啊 然後後來我有一次在那個路上看到一隻青蛙已經被小孩打死了 過了大概有三個鐘頭 所以我要到長子學調整站,從那邊過,我給他看一下 因為他已經四腳朝天都翻過來,後來我就想說不妨一次蹲下來 就把他那個用雙手去調,大概五分鐘,那青蛙就翻過來 然後我就跳走了,我就覺得很神奇,所以我就很瘋狂 不管狂風大雨,不管什麼颱風,我都會到調整站去那個 然後有一次我到學校去當義工,有一個小朋友 就剛好學校在挖水溝,我掉到水溝裡面 這個小水的這個地方撞到是最痛的 後來好幾個大人抓著,他都停不下來 最後我就把他抓過來抱著,換腹力學 結果他睡倒了半個鐘頭,我問他說不痛 那他不痛,第二天找他,我去找他 結果他幾乎完好,我讀書都沒有紫色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神奇喔,謝謝大家 今天給我五分鐘,我給大家很多的紀念 謝謝大家 謝謝